一年林克还用光瓶 不准玩山藏 来来来 今天这个韦林克艰难的活着了 这不就来了吗 乞丐版的桃园 张飞加法阵 法阵相当是刘备了 满红光瓶 相当是他跌了 强无敌 充了12块钱 玩了一年了 3390伏的天都大地 大家有三藏了去流 你换一头 魏国 我们的老朋友许楚 看完这个魏国 我就知道了 这个号玩的特别佛性 就是随便玩玩的那种 否则也不会用光瓶了 股价也不会这么少 这不就来了吗 47级满红光瓶 还有一张张飞和法阵 这个魏国也没得选 只能玩前三个了 这个群雄 说实话 别看不上这种号 人家号主玩的特别爽 随便玩玩 想玩就玩 不玩就不玩 一点负担都没有 这就是不花钱的好处 坏速看一下战法 估计没有什么好的 指挥 补动 突击 一眼看完 被动也没有了 兵种 一个白马 阵型 一个都没有 看乞丐版 桃银的发挥 张飞 重兵落凤 主力输出 反正 战币 加传席 宣威 对于肉 光平全辅助 和他爹一样 玉敌加藤甲 打正宗桃源 打平了 非常不错 这是另外一场桃源 也打平了 打神兽也打平了 浩主只保留了这三场 我都不用他说了吧 肯定是报喜不报忧吧 其他的 估计都全输了 揭晓了 浩主是高中生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能支持我 我很感激 但我宁愿你把我拉黑 高中生绝对不准玩三战 学业放在第一位 好了 周一到晚三十点直播 永久免费客套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